大家热安,我是云云安 今天又来做一道真学大题 按照老规矩满分100分 我能得多少分由你在评论区来阅卷吧 这个问题是 为什么甄嬛舍得把亲生女儿龙岳让给静飞 她是不是把女儿当成了交易筹码送女儿换队友 我先说结论啊 没有,一定没有 让出龙岳其实是很进步的 甄嬛这么做是跳出了东亚母亲最普遍的 亲情暴政的三重陷阱 可能有人要说了 袁大夫你这张嘴哦 什么都能掰扯出一二三 你跟我们班主任一样 甄嬛把龙岳让给静飞没那么复杂 第一是拉拢静飞嘛 第二让出孩子也不至于过度的锋芒毕露 第三女儿白得一个妈有什么不好 哪有什么陷阱啊 那我还是要说啊 人不是完全阴势力道的 人有感情尤其是对女儿 关系到女儿做妈的 怎么可能只是冷冰冰的利益算计呢 那这做妈的她真的是一个合格的妈妈吗 先做人再做飞 我还是后宫心理学后宫社会学向的解读 今天还是继续精神分析法 一个个陷阱来说 那先说第一个陷阱 慈禁陷阱 剧情里啊 静飞和甄嬛这回是争女儿 剧情之外 挺真党和挺进党也在争正义 挺进党说呢 甄嬛把孩子当工具 卖女儿 她没有母性 挺真党说 静飞抢别人女儿 还用陷害生母的方式 她被母性扭曲了 说真的 我在小红书看到这一幕我都懵了 怎么就对立起来了呢 甄嬛和静飞有什么对立呢 没有人愿意把女儿当礼物 甄嬛有甄嬛的难处 也没有人为了自己做母亲 去伤害别人 静飞有静飞的苦衷 缺乏同理性的观众呢 真的很让人头痛 就像我一说 安丽蓉有她的不容易 就说我洗白安丽蓉 我一说生活里要远离安丽蓉 又说我打自己的脸 拜托 世界不是二元的 不是非黑即白 人不是可以用道德意刀切的 人性是很复杂的 是很多面的 静飞甄嬛这两个女人没有对立啊 她们都是受害者 她们的对立是另外一个女人 皇后挑拨的 这也是我要说的第一重 辞禁陷阱 争女儿不是女人的斗争 是女人的受害 你要纠着的不是两个受害者 而是施害者 皇上这个老公 皇后这个使坏的政公 如果不是皇上把甄嬛踩到深渊 如果不是皇后对静飞挑拨离间 这两个女人又哪里会对立 又哪里会这样抢女儿呢 所以我说如果甄嬛真的去争女儿 完了 那她就跟静飞一样 掉进辞禁陷阱去了 这会是一个恶性循环 最后必然是以一方的永久出局来结束 就像中国历史中不断上演的那样 这很可怕 纵然此时甄嬛的天真浪漫已经逝去 但她仍对辞禁的批威是拒绝的 那然后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二个陷阱 物女陷阱 物化女性的陷阱 甄嬛要回女儿这件事啊 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 我在之前甄嬛送女儿那期视频中就说过 把女儿送出去了 又把女儿要回来 尽管我理解 这是折中的母性 但这是极度自私 甚至肮脏的 因为这是在物化自己的女儿 要回女儿并不是为了给女儿母爱 而是一种自我的心理补偿 是在自证 我不是一个糟糕的母亲 甄嬛如果真的打着要给龙岳完整母爱的旗帜 要回女儿 那就真的一点不高尚 相反很糟糕 因为女儿不是物品啊 不是放在当铺里面 你有钱了就可以赎回来的 女儿是人 她有自己的情感和价值观 要女儿这话本身就是错的 她默认了女儿是生母的物 但显然并不是 真正该问的是 女儿愿意回来吗 正在龙岳的角度去想 从小啊 生母甄嬛就不在身边 给她换尿布 给她唱儿歌 给她捡兔子 给她做衣服 哄她睡午觉的 都是静飞 尽管剧情里 龙岳小时候的戏份不多 但我们也能够看到 龙岳对静飞的依恋 和对甄嬛的陌生 娘抱抱好不好 娘抱抱 娘不要我了 龙岳乖 我娘怎么会不要龙岳呢 好了 好了好了 甄嬛强行要回女儿 对龙岳不是爱 是伤害 而且是深深的伤害 会留下巨大的心理阴影 因为母亲不是有血缘 关系就是母亲了 这个女人为了这个孩子 投入的感情时间 才让她成为母亲 母爱是习得的 不是获得的 不是一次性的 甄嬛面对龙岳不亲近自己的痛苦 何尝不是一个女人没有养育女儿的愧疚和遗憾呢 当然我还是要再提醒一次 甄嬛也是受害者 施害者是皇上 其实东亚母亲 我不是说全部 但有相当数量的都掉进了慈禁陷阱和物女陷阱 慈禁陷阱最典型的就是别人家的孩子 东亚的小孩从小就被母亲和别人的小孩比 比才艺 比成绩 比长相 这是孩禁 但何尝不是两个妈妈的慈禁 巫女陷阱呢 总是以发出指令式的要求孩子要怎么做 还说 我这是为你好啊 但是很少愿意倾听孩子想做什么 总是很亲情报正的去给孩子规划未来 或者叫规定未来 但听到孩子自己的想法就说 哎呀 你还太年轻了 什么都不懂 听妈妈的 妈妈一定对你好的嘛 我想大家或多或少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吧 如果甄嬛不问龙月的意愿 强行为了龙月好 把龙月要回来 那就是真的很经典的东亚亲情报正了 接着就要说到最后也是最大的陷阱 母爱自证陷阱 不管是韩剧还是日剧 再或是中国电视剧 妈妈们总会强调一句 我是你妈 你要不是我女儿 而我灿烂的管理 甚至包括美国亚裔的影片也是这样 在顺西全语咒里 妈妈Avelyn对女儿Joy 也是说这样的话 她要求Joy听自己的话 也是说 Because I'm your mother 我是你妈 这简直是一个咒语你知道吗 东亚社会的咒语 一旦念咒就有了母爱自证 然后就可以纠偏子女的路 你是gay I'm your mother 你不可以让妈妈失望 那你要改变形象 你要辞职 I'm your mother 妈妈是为你好 你不可以辞职 你不生孩子 I'm your mother 我不生孩子 你都不会来到这个世界 我要抱孙子 所以你必须要生孩子 你会发现 东亚母亲常常会掉进一个 母爱自证的抱证话语里 自证母爱 然后亲情抱证儿女 这不是很罕见吧 至少以我的人生经验来说 这不罕见 所以对顺西全语咒的翻译 我最喜欢的是台版翻译的 妈的多种语咒 这个妈的 真妈的 真TMD太传神了 回到真环传 如果真环强行要回龙月 你会觉得 她是在爱龙月吗 不 她只是通过拿到妈的身份 来证明自己的母爱 所有自证的爱 都是伪爱 真正的母爱 不用自证 就像静飞对龙月一样 真环传剧情里有一个细节 锦西来叫静飞去见真环 静飞的表情暗示 她想到了真环 要清算自己 锦西走后 默默问静飞 要不要带上女儿 静飞说 不用 转而跟龙月说 龙月 你在这里等着额娘 额娘去去就来 这个细节细想很动人 在静飞的角度来看 她以为真环的清算来了 所以她是在跟龙月 做最后的诀别 但她宁愿接受真环的清算 也没有想过 把龙月带过去 你可以想得到 如果把龙月带过去 真环怎么可能 当着女儿的面 惩罚她的养母呢 龙月可以是 自己的护身符 但静飞没有这么做 她从来没有 把女儿当成工具 也从来没有想过 在真环或者谁面前 证明自己的母爱 母爱就是母爱 她不需要自证 不需要自证 她是自然流露的 母爱就像静飞 陪龙月玩 龙月要小老虎 静飞说 以前属砖头 现在为了女儿 练剪脂 还会奶生奶气地说话 真的又好哭 又可爱 母爱也向静飞 走之前的提醒 哪怕是在走向死亡 静飞最放不下的 也是龙月睡午觉 就跟所有妈妈一样 不管发生什么 她总是担心 儿女吃不好 睡不好 这也很东亚对吧 其实我最想说的是 东亚妈妈都是 很好的妈妈 只是 她们暂时被 父权制PUA了 跳出亲情暴政的陷阱 她们会是世界上 最好的妈妈 就像顺息全宇宙里的 Avelyn 也像《甄嬛传》里的 静飞和甄嬛 她们并没有为了 抢女儿而辞尽 而是因为女儿 找到作为妈妈的共鸣 女儿不属于妈妈 女儿是自己 妈妈也没有掌控 女儿人生的权利 母爱不需要用 妈妈这个社会身份来证明 母爱就是母爱呀 一旦要把母爱 变成权利 就会像甄嬛 对静飞所说的那样 慈母之心 真可叫人蒙了眼睛 蒙了心志 甄嬛最终决定放手 把女儿让给龙月 她并不是卖女儿 她是明白了 作为一个母亲 最大的爱 不是拥有女儿 而是让女儿拥有母爱 即便这份母爱 不来自她自己 如果东亚母亲 都能像静飞 像甄嬛一样 东亚女儿 也就不会活得如此 沉重压抑了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妈妈 那么愿你也能跳出 这三重心情暴政的陷阱 如果你是一个女儿 那么一定不要怪妈妈 暴政你 她们也是受害者 要帮自己的妈妈 跳出陷阱 今天的皮安麦就请到这了 如果你喜欢知识先进方 如果你觉得 远代夫做得还不错的话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一期 再来请皮安麦 大家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